内侧车道突然出现一部自小客车 失控逆向爆冲 遭撞车辆当场翻覆 再看一次大货车疑似临时变换车道 碰撞黑色轿车 接着波及内侧车辆 两台车撞成一团 其中一辆还被撞得四脚朝天 车祸发生后的第一时间 国道紧急出动两部脱掉车排除障碍 因为车祸整整占用三线道 造成后方几乎归宿前进动弹不得 没有注意到外侧车道一部小客车 碰撞到他 然后这部小客车在失控偏向内侧 无独有偶另一起四部车辆连环追撞 就发生在两个半小时之后 距离还只差三公里左右 车祸现场除了第一台货车之外 其他三部车车损都相当严重 满地都是撞击 瞬间车体所散落的大量碎片 油罐车则是不断漏油 让现场民众吓坏了 当然吓到 那一生那么 你看他后面的车子都毁了 当时游览车上 再有12名乘客索性都没有受伤 肇事原因初步研判 疑似是油罐车刹车不及 追撞念祸 导致后方回堵至少三公里 我杀住了 后来我没有去撞到他 我是被后面的油罐车往前面挤 公务队赶紧派车前来疏散交通 索性都没有造成严重伤亡 连两起车祸 也让国道集中在一个下午 严重回堵相当不平静 记者杨中盛何慧荣台北报道